对 比如说对方是一个三四的双进阵 你会发现拿这个带泽线上是真的没办法 被他剧毒之处粘着打呀 在这边看 两边都开我 我想大家换一下 这个假眼 这个假眼应该是插中路过来游的 感觉有点早是吧 是的 等你过来游一般的五分钟要到了 这个应该是第二个眼补的才插这个位置 他可能还有一种说法可能 把白牛冲 但是白牛冲应该是从下路冲过来 对 我看下来游一边两个 看下来游一边两个 有可能大声要把那个斧偷掉 已经过去了 松鼠已经过去了 偷不掉了 一边两个 对 幻象五十钱啊 2块钱一个 这幻象怎么看起来在激流的那个假笑那个转 对对对对 是有这个就是视觉上的小bug 是吗 嗯 我就感觉那个假激流 没有水花的 这死亡仙子这个套装怎么这么酷啊 没见过像个羽王一样的 哎 只要带两个翅膀 头上带了一个 雅尔贝德套装 哎 A一下一个波卡住了 你说他A的远程兵还是近战兵 我赌他A的近战兵 如果他A的远程兵补不到 就会漏一个 但是他A近战兵 那个远程兵会被戴哲翻步 你行不行 因为那个戴哲把那个仇恨你吸到了 那两个近战兵没打那个远程兵了 他要是A远程兵一个波 这两个是不是多收啊 一个波还要A一下那个近战兵 他那个一级的技能不够 86 他这个85 我感觉不够吧 我看那个血量感觉到有点不够 可以的很细啊 贾哥 我见过这一灵异的事件 是那个小兵灵滴血没死 很奇怪 不知道 灵滴血没死 我很奇怪 还有没有 就是空血 要被反补一个吧 他A的是远程兵吧 A近战兵远程兵补不到 很离谱 没办法 就差那一点血量 就是那一点 就是有时候补到这种感觉也很重要的 对手感嘛 那个血条的那种感觉也挺重要的 对 对那个血条的那个血量的判断 是的 就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很玄学 但就是你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兵补到的这一波兵全部的 这个没补到的这一波全漏了 他因为塔有时候塔的那个攻击力也有上一下 小兵也有浮动嘛 对然后包括 就是这个护甲呀 什么的 天灰信使 上路 杀了一个兵补 就是这个节奏 应该是 潮汐的那个 肩甲 配合暴力子 还有 是的 就小松鼠杀他 杀他 是只用了一个暴力出击 对 他应该是蛮鬼子 我感觉就是双肩甲 嗯 然后那个兵补又很脆 兵补甲很低的 对 然后爆发太高了 走的又慢 这个暴力子前期弹两下爆发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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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一下 血型榴弹 加上飞风禁止 一丝血没死 小松鼠回头A了一下被兵女给收掉了 呃 他感觉他想死想死 不然他不A那一下肯定是死不了 对 他想死 然后想拼准看能不能拼 哎 下路 嗯 套子没跟上 套子是给的小兵 哎呦 哎呦 这个被动 白牛也是一个 讲究任期的 这种被动都是有点 任期成分的 对 失控 失控是最有任期成分的 那个被动 嘿 连出两三下被动 可以无限套吧 对 我看过五下被动的 是不是 我没看到过 我没看到过 五下 就是两级 A下 人五下 就A中A A中A 这个比中彩票都难 这个很离谱的 敲出被动了 但是被毛鸡捡了弓 两级被动 板用过了 他是先板打出被动的 不然的话 他应该是打不出被动 对 他把炒鸡兵在哪里 哎呦 A出个被动 充一下神域 像这种白牛 他有类似CG的 所以他可能 要等一下 5-2 20-3 小U带则 暗影波 口水 能打出被动吗 没血 买了双细带 对面双剪甲 双细带 小U带收益很高 而且大圣三级 有了两级被动之后 这两个人就有点 耗不动大圣 对 你一旦被大圣打出一波Buff 你前面所有的消耗全白费 对 他很容易被反杀的 就是你 杀这个B羽的时候 也要考虑一下 对 你杀B羽 大圣把你收了 可能打不过了上路 打不过了 打不过了 强势期了 大圣双细带 小魔棒 技术装太好 所以就是 大圣打潮汐 真的是天客 大圣打近战的三号位 都是优势 基本上 对 没有哪个 近战三号位能打赢大圣吧 他这个如鱼办法 加的攻击力和吸血太多了 正常的三号位都打不过 好像 真远真的 好打 他这个水蚊子超血 嗯 蚊子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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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護肥 下路 一屁股坐死了 然後還能再黏著打 反出buff 冰封禁止 再跟著敲 有榴彈嗎 如果他補了榴彈 有機會這一波 沒榴彈了 應該是榴彈CD的 再補了 他感覺到 榴彈前面還是有CD的 現在榴彈前面就比較寶貴了 可是潮汐沒學殼 他覺得學殼也 他不學殼 冰女的冰封禁止 他就是穩吃滿 對 他還是要學一級的 那個太疼了 潮汐不學殼 有點極端 他那個 三技能收益 有點低的 沒有一擊被動來的 更合理 只能說 打他太疼了 死了補了一個殼 這個榴彈都有點浪費了 這個潮汐炸了 這個大聖無減肥 三天 那他這種大聖拿出來效果就特別好了 所以 所以 所以我是覺得 就是快死了這個隊 三號 中屬也要死啊 兩下 三下 有打出buff嗎 上樹 上 下來 板出buff 敲一下 再敲 哎呀他說 攜帶 扛二他都扛了 這大聖送塔死了 其實也就死了 他的送塔 沒人吃的經驗 呃 那個死亡先知好像吃到了 剛才 死亡先知過去蹭一下是嗎 對 你看他 他剛才那個距離可能夠 看等級好像也是蹭到了 對啊他起機嘛 對 他剛動了 這個帶子沒動 應該是蹭到了 關個屏 死亡先知要幫一波上路 上路炸了 他想 開大 看能不能殺大聖和 殺大聖拿塔 這波是個大節奏 應該爆點了吧 沒假眼看到好像 這個其實要幫大聖補個那個 剛才那個出門的那個假眼 對吧 來了 大聖不能死啊 破了這個叢林之舞 有踢嗎 踢沒有 葫蘆娃了 踢了葫蘆娃 大人拿他 呃 優勢一下就被緩解了 這波太關鍵了 其實這種感覺啊 這種優勢了以後 大聖這條線 一定不能被死亡先知有 對 一定要給保護眼 然後轉過頭了 再殺下路黑險 小松鼠TP過來 在白牛頂一下 死亡先知也來了 他都不退上 直接來下路幹什麼 上卡 是有人過去守了嗎 有人來守了 帶走來了 來來來加油去守 所以 超級還是炸的 超級還是挖不了 其實 其實 感覺他 推上的占月翼 比這個 下路救人要好一點 對 但他可能覺得帶澤去了 不好推了 夜夜中卡 正受到攻擊 大聖在補電腿 假腿雙膝帶補電腿 這把 牛定了位 大聖本 接前衛 略緊速接兵空 盡致氣運之末 解一下自己 大聖大招 稍微多打一點傷害 前接大招 效果不是很好 好吧 對 脚蟹零一下打出了被動 白牛撞一下大聖 繼續跟普攻 敲兩人家敲死 死亡先知是做一個阿托斯的 這邊 感覺有點缺空 大聖死一次之後 直接開始過來打幹科了 想 想 穩吃這個塔 來人我就把你吃了 想配合帶澤 感覺大聖這個英雄不能掛太久 先去 可以做大錢 打一波就算了 主要大聖如果說是很早的線上肥了之後 連擊刀過來打一打 效率還高一點 他應該是電腿以後再補連擊刀 對 但是他現在就是沒有基礎裝還是少了 這時候來打效率就低 對 還要吃潮溪 潮溪看一下 潮溪把點加了大招 不想死 人有點多了 給 交大保命 但是這樣也不賺 就相當於殺了 沒大了 就是潮溪沒大 潮溪這個英雄我感覺拿出來 就是有大就要拿個塔 對吧 不然他這個英雄 他缺點很多的 就是很本重 對 激動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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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太吃大招 吃大招 不肥的潮溪很難玩 這把又靠小辣家了 小辣家 十分鐘五千 出了點金手 天兩千 反正刷唄 你隊友拖局勢 手王先知給我拖 二十五分鐘還你一片天 這種應該是二十五分鐘三件套 蛇閒之又來了 第二個大招配合 娜加松鼠殺黑賢 看能不能拿下塔 齒王先知節奏還不錯 但是他這個大招開的位置 就是他不能拿塔的話 對拿不了 戰略意義比較小 死殺人的話 這個英雄 對因為他是在幾方的塔下開的大招 兵線也沒有推過去 肯定拿不了下塔 再回過頭來中塔也拿不了 大招時間已經過半了吧 感覺不是特別賺 這種 我對自己的未來 他其實很急 只能說他這種就是給小拉家 破局勢 破局勢 只能這樣 因為潮汐崩了 潮汐崩了 他得 早點試做 潮汐不崩的話 就正常的潮汐 他應該是隨便拿他的 上路 上路拿了的話 他配合潮汐潮汐去中 對吧 對 這樣就不用他動了 其實他這個 節奏點是潮汐的 但是潮汐崩了 沒辦法 他只能 只能他這樣了 天灰上塔正受到攻擊 小拉家只能刷 小拉家這英雄 前面比較薄弱的 天灰下塔正受到攻擊 中路線讓松鼠在地 天灰軍團全面加護 忙於找節奏 感覺局勢好蹦 要一直走 看一下這邊白牛 衝 先殺神一神六 就有大招 放出來了 放出來了 放出來了就是 燈爆了 門死一會兒 亮燈的 帥男 沒死掉 但是有兵力在截他 還是死了 紅了被懶回來了 天灰上塔已被摧毀 百流香味前 二分鐘 天灰中塔正受到攻擊 天灰軍團全面加護 小拉中塔 這個塔應該是 如果降手的話有機會 我現在tsm推塔 潮溪有大的 還是有點慢 一刀一刀摳 其實放的有點傷 潮溪不想來 看了一個兵力很重 給白給的 那我把中塔拿了呀 叫個兵力不大 打不信息 潮溪好像直接在撲笛子 打對面陣容 笛子 確實是要 要的 但是那個大聖 不吃笛子 好吧 大聖殺你還是比較容易 但是快會上了 錢是我的 小拉加7000 阿托斯給個沉默 給大 小松鼠捆了一下 一箭穿心 哇這個阿托斯效果出來了 感覺這個裝備 填氣和的 他們確實缺這種先手控 就是你太靠那個松鼠的先手捆 有時候松鼠跟不上的 不要也太好吧 填氣如果沒有這個道具的話 成功率不會很高 就是一個阿托斯 阿托斯再來 再揭曉松鼠捆 潮溪加大招 威瑟大 感覺 感覺威瑟大 這塔不能被反捕吧 大了好大閒 我大閒去了 我的任務完成了 完成了完成了 我保裡拿一個中塔 我來都來了 不交大我也不好意思 等一下他跑了 衝走了 我不交大 他對面人支援上來了 對 穩定拿個塔 問題也不是很大 看起來有點 反正我們娜加點擊手 慢慢刷呀 急什麼 他的任務就是把局勢 他和潮溪一次 娜加刷得比大三塊 他有點擊手 他本來要換一下電腿 那個連接到 天灰上卡 正受到攻擊 打了 那家的話應該是要大電腿 連接到大電腿 然後出 天灰上卡 你滅給你 打對面潮溪 那家肯定是要滅給你 夜眼下塔正受到攻擊 現在潮溪BP都沒大 戴著是不是A卡 戴著是不是A卡 應該是強制器 很弱 天灰之末 直接一槍 半角 還是挺肉的白龍 是的 潮溪 密發傷體 直接點金分身符龍心 他應該是龍心以後 再補那個 職員或者血血 從 劇毒之處 解一下 A帳沒拿到 沒有A帳爆發 差很多 而且這個時候 潮溪大跟DB大 快要賺好了 就不能在二塔前這樣衝了 對 很容易出事 哇 死亡先知是直接 全款BGB 耗費 確實是老手藝 老絕戶 他對這個 這個英雄的節奏 和對線 應該是 把空的比較好 而且他出裝 就是每一件出的 都恰到好處 對 有思考過 拉空了 真空等級 別追了吧 拉空了 白牛強行大招頂回來 加上暗默的輸出 小秒潮溪獵人 但他有笛子 沒秒掉 對 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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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著被BKB的死亡先知 直接給拿下 這BKB效果發全 這把這個 死亡先知 比戴著的節奏要好很多 嗯 他這個兩個裝備真的是給戴著摁住了 摁得死死的 他的每一件裝備就出的很恰當好處 我感覺 對 就出到點子上了 效果也是立竿見影 哦 天灰中塔正受到攻擊 這就是你 有些人出一些裝備 你盲目的模仿 就玩不出他這種味道 對 就感覺有些東西還是要適合自己的一個打法風格和那種節奏 好吧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遊戲 不能 就多塔2的那種變數太多了 不能就是 他沒有固定的攻勢和模板 對 所以他好玩就在這裡 對 就是你看上去哪怕是同樣的陣容 但是你局勢不一樣 開局對線打的不一樣你就不能 烈士的時候就是有些保命裝要優先 對 優勢的時候進攻裝就可能會更好一點 你要是優勢很大 你出了一個防守裝 你會把那個局勢把它 就是滾雪球滾不動 對吧 錯過良好的最佳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強勢期對吧 對 所以這也是個遊戲好玩的地方 需要經驗 這個多塔2需要很多經驗 這個眼位很刁鑽 這個眼不好排 這個眼位真的很難排 看一下視野 就是推進攻二塔的視野 對 還能看到塔後一個扇形的視野 對 這個這個眼 非常規眼位 大家也是知道 一般的人 就知道有這個眼位 但是你很多時候不好反 不太容易想到他是不是差這兒 但是一般是這樣的 對面要進攻你了 你可能會想到這裡可能會有眼 就是有明顯的要進攻這個塔的話 比較有影響 再定位往上衝 沒領離子外殼 你連了 你連了 路上給了一個 對 現在直播把他驅散 驅散還捆了兩個 他是驅散自己捆兩個 對 但是 這爆發 這個剛A上的那個 暗影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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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白牛是要有個吹風 可以讓奧舒服打前 他不認識他出大電腿就先出大電腿 只是有點 要接正面團了 所以他在做BKB了 他感覺他這樣刷一下是刷不過那獎 點擊那獎刷的確實給他快 嗯 他得需要通過正面的團戰來取得阿屎 天一兩千應該是要龍性的吧 一萬三的經濟 拆了連擊刀 脫了BKB 要強迫節奏了 趁他龍性之前要打過大技奏 白牛快行刀了 肚子在做A仗 插600 BKB 我點擊手他 他覺得這把可能要打點後期 他是這樣想的 這把就是他 他覺得這把整局一定是個長局 但是 我如果直接做點擊 我前中期我整個團隊會崩 對 他因為有小辣椒 他給他就撐 撐到 那個時候你接手我刷會 對 我真的很有想法 大聲百大流 就把死亡先追 哎呀被錶了 接了個滿combo 對 BKB還不轉 怎麼說 是不是需要一個林肯 或者雙刀之類的 控制有點 讓你開不出BKB 這個點擊手 是不是 不太好 再想一下 有時候會根據場上的一個情況 會改變一下那個思路 對 就有時候你死一下 裝備就要變了 對 草西進場切兵女 這個野地齊齊捆到了 所以要把他拿到 他自己走不了 草西補了個跳 然後殺完之後 馬上司兄弟還接了一波霧 打肉山 做門打肉山嗎 或者抓大聖 大聖 抓不了呀 他有BKB 曹西有跳大 如果跳大的話 有機會 抓不了打 不打不直接打 還是想說 看有沒有機會抓大聖 看他跳過來 送不送 開大招 在樹上被睡了 沒有 他應該是插隊插不過他 不打火 是的 砍下來 接招王 又是BKB 砍不出來 一絲血 感覺開了也沒有 其實感覺開了有用啊 剛才 就是一絲血的時候 開了不中那個奇魂之末 不中那個滴水界 不是 他這個 就是普攻 A不到你了 你被減速了 你有機會跑的 這不是我的生日 他覺得空血 捨不得開 他覺得他如果空血開了 就 虧中虧 他如果求生日夠強的話 有機會跑 我真覺得有機會跑 或者說他覺得 就是判斷足夠自信 對 這個TA2000這個睡 好自信啊 他這個葡萄服 他應該是開睡的時候 就是看到大聖上手的 對 然後知道那個範圍 肯定睡到 睡到葡萄服下 是還沒登上去的 desde 尋找去的 直接噕 φ 屁肯定 阿城這波是倒上 段步的老街盾 這下拉開差距了 對面控個盾 我在想 TSM應該是 找個機會的 結果被對面找了個機會 大殿补A仗 TSM3核都在刷前 還是補了個點擊 剛剛說的什麼林肯雙刀可能需要 但是我點擊的時候得先出出來然後再謀求那些 對 1秒 1秒延遲 或者等一下 1秒延遲 這誰在家裡 組七人之末的 他組七人之末就是為了針對 他好像是4秒一個吧 針對奔騰的 6秒一個 對 短CD就是為了 他的這個七人之末的需求很高 所以 一般這個加點比較少 一般都是主DJ的爆發 是的 他這個就是針對性的加點吧 打兔子白牛 或者就是很多時候你覺得線上殺不了人 你殺不了人其實也就沒必要主DJ了 對 就三級差不多了呀 加血的 他可能更多是為了加血嘛 有想法 其實這也是多大好玩的 加點也不局限 對 日報科剛被我今天看到很多有些 學一級的 學一級皮 就是主R-1的也有 學一級被動 也有主負被動的都有 就傳統之前大家剛被獸肯定都二三對點一級皮T嘛 對看了崩潰哥以後 好像是帶火了一點 對 就是一級的 一級的皮更容易出發刺 之前還有最早的時候還有 旭風一級大 還有很多潮汐 那馬是一級大 也有 有 為了那種 就是潮汐好像為了那個 他CD差不多 為了那個 藍量 對對對 職業選手 很多都挺有想法的 就摳得很細 對摳得很細 細節方面 他就包括那種 丟東西吃的東西 現在已經是常規操作了 都已經都學了 對 以前就切個夾腿都覺得很屌 是的 切夾腿就是常規了 以前 以前塔下補刀的時候 丟個補刀斧 墊個刀 哇 厲害啊 拉 拉幾波遠骨 新思路 是的 現在就是 直播啊 什麼錄像多了 都學會了 工具多的時候變方便了 然後大家學習能力本來就很強 只不過之前可能就是交流沒那麼容易 現在交流比較容易了 所以學就很快 對 開發比較難 對 學起來比較簡單 對 開發比較難 就很多時候可能你是通過50盤100盤路人 你總結出來的一個經驗 一個套路 對 你跟別人 你打得好 對 你跟別人打一盤 別人發現我有點厲害 然後下你盤路向看個五分鐘學會了 對 經驗到別人就會學一下 嗯 其實有很多路人高手也是啊 就是他們都是從路人界限的樣子 路人高手也挺有創意的 對 夜眼下塔正受到攻擊 天灰上塔正受到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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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他這個時候A長 小電腿 威力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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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龍線蝴蝶了 你要有金蚌了 就裝備速度慢了 被甩大箭了 就是你光刷刷不过他 还是得要有点那种打架 全刷能抓一小辣椒的英雄少之又少 但是要摁打的话 感觉还是这个BKB的死亡先知 把那段时间给他顶得 让他有点打不了 那段时间他的节奏比那个 戴折要好很多 而且他的主要也是 他的那个能力比戴折强 他的那个大招 就是他的经济转化战斗力 转化率要更高 而且他那个阿多斯这个效果 确实蛮有奇效的配合松鼠 大没可能A仗 这个A仗打 打近战是不是效果很棒 看着对 他软面比较好 主要那家的幻象他要叠肌流 其实是要靠数量多一点才厉害 我感觉他A仗这把效果 会很一般 我给我个人经验高 人家的野球拖了三波大野 还行 反正感觉自己没机会放大 有个潮汐 有个大家 他这个大招团战里确实摇不出来 哇 点击跳刀了 慢慢刷 他这个点击一出就是 天灰上塔正受到攻击 等40分钟后发力 这段时间基本上就是 教练小节奏 这也比较符合快死的 他们一贯以来的风格 这个队其实就不是一个快节奏队伍 就把我帮你把那个活热器挺一下 后面我有装备 而且喜欢打一号为那家的队伍 基本上节奏都快不起来 那家也不是一个快节奏队伍 额 额 额大圣赶来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额打不过 是的那家数数有点太高了 带着好像有火金 额小那家不打算放他走 开大招睡 然后提前禀一个气运之末 禀满 解睡接网 大圣给板 想打出buff吗 有骨蝶打的比较慢 但是有一张运到了 朝鑫这一个大招 还是配合小松鼠一鞠 把这边大圣给带走了 这个时候可以先补上一个拉墙 但是那家太肉了 还有大招套给他 他有盾 虽然暴登 朝鑫好像有个魔镜把他扇住了 对 有一个重炉铁毛 把这个黑贤牢牢牢牢牢住 然后再揭晓送出一张网 甚至是怒不得死亡先知 已经在高地上肆意妄为了 还是DSM打不过这个时候也很 感觉 这一波质量有点太高了 这个时候的那家 这个时候就跟他接 接不过他单做 在外面接 就是蝴蝶分身加油盾 这个大圣完全不是对手 而且你是一个个来的 对 外面还是比较怕戴泽的魔镜 但是戴泽刷到现在很多时候 看切个酱油什么的那一口暗影波很痛 但是正面打起来没有BKB 他好像发挥不了 天归金环正在扫描 白牛在引刀转灵动心 再转核了 再断兵一剑 一直重 那这把我附近下一个队 他就不会跟你玩了 那家就到了最强势的时候 不是不会跳 哎呀黑线这没张 确实感觉没什么 是吧 感觉肯定是不太适合主要一张 这把应该是团队装拉快节奏 你这个大圣前面 线上那么油 抓对方没有大招的真空气 但是技能没放好 一海 大酱油 不错 增强一个爆发 那不关键 这波抓到一个酱油 看看什么 闪避衣服 这一次 没有那个 队面外衣 嗯 不见 潮汐这个 这眼睛的话 建议 白牛给冲 攻击拳 再顶回来 给大 要强杀潮汐猎人 被睡了 没开BKB 小辣家救了一手 小辣家什么否决了 再送 再送 另外一边 带泽 带泽 被找到死亡仙之 完全不是对手啊 死亡仙之太猛了 死亡仙之确实 好像打带泽还可以啊 他脸被单防了 咱 辣家 辣家被打出了一个幻象 黑鞋放上了一个墙 超级一个大战 大起死客 那CKB的我看 小辣家又有点不错 加血加死了 然后这个时候 死亡仙之好像也不行了 神域给他套上一个魔免 但对方的物力辅出了点高 也被带走 这波我看出来一点 好吧 这个A上 有点用 有点用 真的 单打单不行 对 他这个 一定要有那么多 这波还不错 这波打出了挺好的效果 这波所要仙之想 单吃带泽没成功 然后反背 曹西也反 反霸了一手 但是霸家好像 那边是一招 那边是一招 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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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回来好多 再打那个 鱼 再折打 快 那时候感觉那个 鱼子好像比曹西要厉害多了 毕竟高了5000块钱经济了 嗯 我打完好像有点不太妙 有点不太妙 那个死亡先知 曹西好像没有那个兔子 带着的作用大了 然后死亡先知现在 怎么说呢 有点到平静起了 对面白牛起来了 连同心啊 他白牛转合了 这白牛比你的潮汐好像要厉害了 他经济已经反超了 他的那个 酱油的能力比你强 打到后面 他就是一个核心 这个盾太关键了 这个盾看一下下波怎么打 BKB了 带着有BKB 就不一样了 终于BKB了 但这个英雄平常是不出BKB的 打对面这个阵容好像要求 但是他BKB了 如果团战被死亡先知单盯上了 他开始打 对 被 奔腾救一手 快进步光了 大圣有进步光就不一样了 有进步光那个小辣家就不肉了 嗯 小辣家点击换个羊 这个二代肉身还有50秒刷新 14分钟以后 Q1肯定打不过那个TSM 40分钟后那个大圣的 要比小辣家厉害 然后包括40分钟之后 这个白牛现在每套一件装备 好像不用40分钟 下波团打不过就到点了 就这波团是吧 对 这波团其实有点难打 他跟着金箍棒 小辣家又没跟装备 有点难打的大概率是打不过的 我在想他怎么能打过的 对面太买活 想打过感觉只能做流击的 他要把大圣秒了才能打过 他们好像不支持啊 秒大圣没有能力秒大圣啊 白牛走前面 潮汐跳过来没看到人 人都在树林里面 他有宝石 他不想单搭一个白牛 然后TSM照里全先过来想抢战双生之门的先机 然后再三次露线 直接下出DKB 大圣一百反三个 再花大招 死亡心的一丝血 走出了大圣的猴阵 然后小辣家就开了 大圣要敲死了 给个大 给个大 打不了了 左边的技能全交出力 没事没事 别冲就起了 那个天生先点个眼 应该是打不过的 但长期有大 你别冲也要注视 你别冲 右边不能乱追 左边不能冒进 他都在交换到这个大圣 但是没人能输出 这个大给的 摇头 我只能说摇头 跟空大没区别 没有区别 这就是空大 你这个大就是用来反手大大圣的 你只能大大圣秒大圣 你才能打赢 这个大圣不死 你这团赢不了一点 他大的那个位置 不管大到几个人 他的队友都在他屁股后面 对 他要等对面追 或者是说小辣家 再要几个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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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波其实已经看出来 小辣家开了 所以大圣开BKB 敲小辣家小辣家 手都还不了 还不了 他有机会放了 数据好高 等个羊吧 只能说等这个 守王献之羊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机会 目前来说团战肯定打不过 潮西的作用太小了 就一脚踩大 他踩不到好的大的话 他也不肉 大胜谁变啥 他作用没有兔子大 兔子的A帐拉墙 比他作用大多了 而且右边combo比较好接 黑咸拉墙拉完之后 能接的东西非常多 能接的东西非常多 对 全体的巨毒之处 带魔晶的大圣板 白牛虫 然后左边潮西大完之后 就没东西接了 就是 地枪 这个 对 羊了 羊的话 如果对面给点机会的话 你还是能干点事的 羊刀是一个 有奇效的装备 武功再高也拍羊刀 但是对面包团的话 你给你那个羊刀做的 相对比较小一点 对 包团 右边互相拉扯能力太强了 对 他还有救嘛 因为带蛇 救 不会被秒 先手本神域 满足这个冲药 不算了 拉两个一下 给点压力 另外带蛇 被找了 这就是羊刀呀 你不能落单呀 刚才说的 而且 而且他落单 他相当于一个人去包 对方所有人屁股了 他可能就是 看到中路打起来了 那个兔子拉强了 他 切了一下瓶 然后走的 位置太大胆了 我只能说 自动速度 迷住自己的位置 对 可能是想超进度过来 再快一点 然后被那个 死亡先知 跳羊了 逮到了 又是一个羊 但是有为何 了解 冲手 冲的是下路线上 脸上的饼 脸上的饼 他应该是 表现急了 死了呀 下路有冰线吗 下路有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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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的不够远 可能有点 慌乱 对有点急 就就近了 不够冷静啊 他有威嚇 开出来的话 不用这么急的 大圣队的时候 虽然比小拉加落后 6000滴 但是他的战斗力比小拉加厉害 下路有冰线 感觉这把 死亡先知 是 蛮发力的 潮汐这个点锋了 dp也已经尽力了 他也没有办法做更多了 dp这个英雄 他的那个后期能力有限 好吧 对他不像带蛇 后期能力 就是带蛇的这个强度不一样 死亡先知太刺大招了 这个英雄 没有大招 太废 我的个引刀 带着 大引刀破皮 破潮汐皮 然后秒他 切入 输出高呀 点击手 换羊刀了 大家到顶了呀 到顶了 没东西更了 这个大圣还可以更好多 可以吃A杖 瓶子 BGB 盾 电锤 大电锤 甲腿 可以换栓球 大人兜 他在补一个大电和大云 他在补一个大电和大云 现在打到这个时候 一般是 辣家就 差不多到点 等他那个下个盾 看能不能找到一部救护 盾消了大胜手上还掖这个双背符 真的有点有点下人 顶了大胜手上还掖这个双背符 这时候他只要带泽,或者兔子跟着他,有一个大哥跟着这个大声就行了 不要让大声被秒 这大声落单还是有机会秒他的,对面双羊,双羊输出还可以 这个盾上不了高 或者这就是大声这个英雄的问题,带盾也上不了高 周杰比赛,没那么好的 硬拆高只能摆大拆 但是你摆完大以后怕出现什么情况呢? 你就算拆了别人打团打得硬,你还是会亏 对,他把你杀了反推过去,你这时候很尴尬 打到后面大声开始才不打得很快 所以你要想打赢,后面你要拆路的话,可以摆个阵 或者打个刷新碎片,下一个盾 应该是要在外面打赢,或者下一个盾才上高 因为他们不急啊,我后期比你厉害啊天真 他后期阵容是比刘云厉害 上输 左边不敢往过走,Quest这个高坡也不好上 不敢抽 从高坡容易出事,哎呀大声,有没有说法 不敢抽? 滚了,滚到了,给宝珏大 带着,带着好稳 他妈朝气跳大,直接开BKB给带着 他妈朝气大,他BKB开不出来,带着给不出来 这波是得这样,因为那个已经动手了吧 困了 估计就是试探先想骗个BKB 结果他,啥也不干 带着就在后面 这爆发他有闪会对剑应该是 大了一下A 还有那个 那个叫什么中立中 永恒遗物 加技能伤害的 他达到了30%左右的那个技能伤害 不然那个爆发没这么高 大了一下,A了一下,顶了一下,人就没了 白牛他也吃技能伤害好吧 他的技能伤害加强爆发 就好,还吃移速 松屎融了,没想到我 我像是酱油可以把我融了 经济差多少 我经济差了7000,确实 他也转核了 他就像一个中单 这白牛现在就是 跟他们中单经济差不多2000 再做墙了7000 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 不至于吧 天灰中塔正受到攻击 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 白灵出墙 他一切的都是围绕他的移速和技能 他还是一个就是偏用技能 其实偏法式向 对,偏法式向 然后他出那种 大吹风啊不死一些 对面有否决的话 他可能出A战也可以 可能出A战 就保证自己的冲多一点 或者BGB也行 后面 拉家补了一个大战 再跟辅助威胁 应该是等一下一个阵 再运营一会儿 反正这个拉家到底能吗 到底 大胜补了一个大殿 A战可以吃 甲腿可以换 大胜还两个 搞一个大鱼可以拴手 是最合适的 基本上有5点 就是一个白天的肉身 带A战的 A战给白牛 那就舒服了 白牛直接就是3万间级了 白牛可能一直没出A 就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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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来了哥们 我来了 对面在打 你啥意思 没发现 不应该啊 他们在打魔晶 那这个盾没了 他们这个 这个盾 时间没记好 不应该被偷的 这个盾 不应该被偷的 对 这个盾 铁是 要记得好的话 铁是 而且快死了 其实打肉身打的速度 没有想出那么快 对 死亡先知没开大吗 A战给了死亡先知 小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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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辣椒潮汐 非常确实 不怎么力 没有死亡先知 作用大 急速 装一下 再补个林肯 放下羊 线手羊 他刚才就是被线手羊 这个强行 应该是偏偏解说的吧 我应该不信他 出现了 什么BKB A战会被对的 本来想等发把A 对 结果发对面去了 打磨进去了 小辣椒 那个盾 做人就那样吧 对 比一个BKB 差啥 这个盾 让他们延缓几分钟 延缓一下 反正打到後面 正面打不過 還是不好打 死亡先知 吃了個A 來到了第一集隊 跳牙 秒肚子 能秒八 捆一下 追一下 看努力一個低 潮心省大了 是的 大招交得有點晚了 大聲反戰 換大招 先拉牆一個 白妞來了之後 滴血沒想到大家睡著 這個時候 黃快散想反打 想反秒對方兵力也沒能成功 七日直播定了一下 白妞皮球撞 楊先知有個這個神域者在奶 好像暫時還好 大聲被揚了 大聲開BKB 反一下 反一下沒吸血 再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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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奶酪了 吃奶 打死那家 把盾打掉 小松叔給個捆 但是好像他們已經無力賽戰了 往下戴澤 戴澤有危險 本身不讓 但是死亡先知死了 打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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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打完差不多到點 這個殘局完全沒得打 大聲的第二波能力比這個辣家要強 而且真的就是潮溪放完大之後 這個人就再也沒有用了 這把這個潮溪應該是那個下線 就是這個選手打算下線 可能是對線 對線打這個大神打成的 然後他加減和他這個大招施放技能 包括這個神 一塌糊是吧 對 一塌糊 四個是一塌糊 所以就是 之前說嘛 他這個換人 最後換的第三 其實是個狀態 一波直接擊敵 我感覺 說的一點也沒錯 這個表現就是短板 就是那個木頭最短的那個 這個就明顯跟隊友不是一個水平的 他的一二號尾都還還高翔 天灰中路兵銘 還高翔 天灰中路兵銘 沒好大呀 放過一個但是沒那個大事個 放過一個好大 不容易被摧毀 這個秒 剛才是秒大師嗎 啊沒有 滿紅的大招好搖 最後一波了 這個陣容打到這個時候 確實倒臉 我想綻放一下 但是這個白牛都不怎麼掉血 而且後面還有 拉上4個 大聲化大招 可惜少了一個板 他板早了一點 對 他是應該是提前溝通了 但是我先板了 你還沒拉 還沒聚龍的時候 一槍進來 苦樂口水給了個毛雞 腦腦癢 意思意思 這個時候放上了一個大招 三到兩線輸出 大了 你說沒大好 我大了好的 大不出了 還有用嗎 這個時候打死大聲 看下後續的殘局 沒有啊 拉加還要有點不是對手 對方的輸出火力有點太猛了 白牛又一頭撞了過來 把他撞死 拉加跟TA是很相似的 他其實就是40分鐘後 都是有點打槍 為何打不過 因為他飽盒得太早了 對 因為他刷得快 馬刷得快 有個比特就是爆發的早養 然後 開始打得積極 就贏不了比賽贏量 我們 恭喜 TSM還是成功的拿下了這一局 表現比我想像的好多了 還沒打得好 那麼今天這個小組賽 我們看到的這幾局 確實是 一局打得比一局好吧 就是不管在比賽遊戲當中 還是在他們的BP當中 都... 都...